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安安大明星 這位小姐很久沒有見面 是 大家好 歡迎江慧怡小姐 大家好 姐姐好 之前曾經有一些見面的機會 之前我們在一些戲劇上面 你唱了很多的 雖然主題曲 對啊 也沒有很多啦 有啦 有幹嘛這樣 一兩首啊很紅就很厲害了啊 也還好 客氣了 我已經先收到禮物了 所以要開箱文一下 這位小姐 你這次的專輯名字叫做羅雷喔 對 叫羅雷 陸羅 對啊 為什麼 陸羅 它其實就是中文的蝸牛的意思 所以你對台語很有研究 其實也還沒有特別研究 可是你看起來又不是那種 你住哪裡的 我台中人啊 但我在台北工作 對啊 你看起來蠻都會的 也沒有什麼 真的嗎 不像是那種台語很道地啊 或很厲害的那種 但是唱台語就很厲害啦 入圍那麼多次進去講 就應該不算是平常會常常講的 你就是比賽嘛 然後那個 對 欸 比賽上台語歌比較 比較好比 比較好比 會嗎 會嗎 我問你啊 你是比賽的人 不會啊 因為節目就是只有比台語的 對 就是我的比較好比的意思是說 對 你比較擅長唱這樣的歌嗎 還是你也 因為我小時候走唱都是在唱台語歌 對嘛 可是你講話完全都沒有那個唱台語歌 就是滿現在 就是一些新台語歌手的那種 喔 對 因為我是鄉民 所以整張也是 真的嗎 你也是一個鄉民來的 所以平常在兩些平台裡面 突然間在那裡 會跟人家聊天 TTT啊 對啊 我會上去推薦我的專輯 好煙炸喔 不會啦 好啦 這次這間 這張專輯烏氣抹黑的 這個 還不錯耶 這都充滿了你的巧思 對 而且這其實一開始 我們來開箱一下 就有講一個故事 你說你有話好好說 對 這邊就有故事 真的嗎 你一定要讓幸福一個 常見打手有的老花眼 那天 我遇到了一隻蝸牛 真的嗎 這個就是整張專輯的發想的概念 所以要用台語念這件事情 也是可以啦 但我想說這樣應該比較 Hit it 我遇到一隻蝸牛 對 差不多這個意思 我是想要叫一個蝸牛 哈哈哈哈 你是很貴的那種 有啊 那個蝸牛很貴耶 所以基本上你這張 是一張很貴的專輯 對 它是一個內容非常正規 對你來說不要這樣說 非常正規 對她來說真的很貴 她把她畢生存的錢 都拿起來弄了 可以這樣說嗎 也還OK 對 就小姐存了一點錢 好啦這次將會以帶著新專輯來 有很多新的 一些屬於自己的 算是演藝生涯的開展 對 這是一張完全都是 不假他人之手 自己親自創作 是第一張全創作 詞曲全創作 然後自己也有參與製作 跟一些包含設計的溝通等等 我覺得就是 現在那個新時代那種 大家圓夢的某一種方法 就是希望能夠 集合自己的好朋友 一起來幫忙 然後也應該就是有一些 當然對自己的期待 唱歌還是你最喜歡的事 所以即便你有一份 這麼穩定的工作 你還是會想要 就出來那個 漂泊一下 我覺得它是一個 調剂身心的方式 你也太花錢調剂身心了 對這位小姐 對啊所以要磨很久才有辦法 一般人人家做一張自己的專輯啊 哇大概就是那種EP 或是那種迷你專輯 小姐你寫十首歌耶 對那就沒辦法 就工程師個性 你就覺得做就不要做一半嘛 哦真的 其實我花多久時間創作啊 還是這次幾年來集結你的那個 算是創作的精華啊 或是有一些什麼樣 特殊的一些 心路一程在這裡面 應該是說裡面的感想是 從出社會以來 或是從小到大的 累積的感想 但是真正開始寫成文字大概半年吧 半年 大概是去年九月決定要做 就是先有一些旋律了都在的嗎 也沒有耶 就只是平常的感受 就是你看的電影你會有感想吧 然後你生活你會有很多感想 只是沒有把它寫出來這樣 好啊一個新的開始 對你來說也是一個人生新的嘗試 但應該會是一個自己滿期待的一種 新體驗 對它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內容 那其實它也是代表 覺得是最真實的我自己 最真實的你 對 好啊 我們來看看那個 你自己這一次那個十首歌 劉雷 劉雷 劉雷也是其中一首歌耶 對啊 它不只是那個專輯的名字而已 那你今天有要唱劉雷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很多歌都很喜歡沒有跳到那一首 怎麼可以這樣 那劉雷沒有唱兩句怎麼可以 劉雷是一首什麼樣的歌 劉雷是一首描述人生不斷在往前走的 我覺得齁你們這些做唱片的人齁 尤其是自己做的 然後啊 不用我了我自己來不用你 不用你 在這邊 歌詞在那裡 對啊 欸獨立時代快點你介紹一下你的貼紙 這張貼紙很可愛耶 喔對 這個是我這次的專輯設計team 叫做 我們就是賣東西 然後從周邊上面開始介紹 就是他們在時報裡面有一個專欄 喔喔是 對然後就是描述 他是你的那個設計師朋友 對就是這次專輯設計 然後就是被你邀請來這邊 對然後我們覺得說 是跟麻鏡把它做的最終的壓榨 裡面還蠻搭的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獨立時代的女性 那我們也是希望這個專輯可以讓大家聽了有思考的感覺 所以這全部幾乎都是女生一首包辦的專輯嗎 照你這樣一番介紹 他們的團隊也是有男生啦 一兩位 但主要你的好朋友是一位女生 我的好朋友有男有女啊 對啊然後他們一起做一個 雖然有一個設計師團隊幫你做了 包括一些外型包裝上面的 欸沒有外型包裝我自己 喔真的嗎 所以就是沒有包裝的意思 幹嘛這樣啦 這位小姐真的很有意思 好啦江蕙怡的歌聲應該大家就是 說熟悉跟說有印象應該都是有的 一定會有一些人 特別的對你某些以前演唱過的歌曲啊 深深的喜歡著 對應該比賽或是主題曲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很忠實的粉絲跟的人 那會去上班的地方找你嗎 上班的地方不會啦 對我剛剛看過 欸那所以前陣子大家搶著搶破頭 一直去排隊我 就不用去抽號碼排 去找他 他說沒有我沒有在辦這個業務 對啊對啊 我在那個研發那邊 喔真的 是一個有那個 特別的腦袋的女生 是 一個理工的思維 但是有一個 就是文學院的心情跟 表演的那種氣質 謝謝 謝謝你的稱讚 謝謝你的稱讚 不客氣 你想要唱什麼歌第一首歌 第一首我想唱 再會寂寞 也是這個專輯的第一首歌 真的 好啊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來唱一下你的 OK 已經要別人唱了 你的經紀也是想說 這個組成是有什麼事 沒有我只是想說 只想要聽一下而已 好 現在這首歌是在描述什麼樣的心情 再會寂寞嗎 對啊 其實我是想要用雙關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去思考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是 不斷的人生歷程中 跟寂寞揮疊 但是你也可能是 不斷的在遇到寂寞 天啊好悲傷喔 聽歌就好 那心情就自己 各自聽歌的人來感受 那就先來聽你的現場演唱 好的 再來聊天 歡迎江蕙怡帶來第一首歌曲 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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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